请问修行修炼和修道有什么区别 刚才讲了修行只是对身口意行为的一种改变 修改而已 我们的行为有身口意三种行为 都会产生业力 所以修行通常是通过自己的主观意识 使用八识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 改变自己的行为状态 那这是什么 这叫修行 修炼不同 修炼除了修行之外 要求炼第三轴线物质能量的改变 将物质能量由阴性转成阳性 由阳性转成真性 我之前给大家分析了 阴性的能量是染杂的能量 阳性的能量是纯净无染的能量 然后真性的能量 纯净无染透明空性的能量 这是三个级别的东西 比方说阴红 阴红就是红的里面染了别的 掺杂别的颜色了 这就变成阴的红 那就叫阴火 阳红是纯红不透明 没有别的颜色的眼杂 那这个叫阳红 真红是透明 就是纯红又透明透亮 带有空性的能量 这就叫真火 所以是金木水火土 按佛法的说法叫地水火风空 五种能量 有阴阳真三种属性 我们修炼就是要修到真这个水平 还不是要修到阳这个水平 所以它又叫修真 那么修真才叫修道 那么道是什么 道我在相关场合给大家讲了 道生之 得序之 悟行之 道是一个场 道是一个声光的机制 叫道场 叫归道 所以是有了这个机制 阴和阳 它就可以在中间放光 所以是一个六合体 六合体的中位 中央中的空位里面 它就是个道场 它就是一个声道的机制 所以是我们修道 要修内方外缘 那么这就是修道 修炼只是炼一口气 炼一把火 这都叫修炼 它还没真正打到修道 这么一个层次 很多在外面传法的人 也懂得灼火 也懂得灵热 但是他不懂得六合 内方外缘的六合体的 道场的安置 他就不能够成道 他就不为之得道 所以是这个修炼和修道 和得道和成道 它是有差距的 不是说每个修炼的都懂得道 所以这个修道是最高层次的 这就是修炼和修炼